第104章,恶灵解封。我站了起来,然后就朝奶奶走了过来,我看见奶奶连连往后退,似乎很是惧怕我,接着父亲就进了来,见到我的时候也张大了嘴巴,好像被吓到了,但是我却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,应该是我走路的姿势和表情很不对劲吧。 毕竟我被鬼上身,是那东西在垫着我的脚,支配着我的双臂在行走舞动,怪异那是必然的了。我只听见奶奶在喊,快点按住他,按住他。然后父亲就朝我过来,打算控制住我,但是在父亲靠近我的时候,我猛地推开他。 我这才发现我的力道大的惊人,竟然一把就把父亲推得撞在了窗台上。奶奶见状,立刻转身就出了房间,大约是拿驱鞋的东西去了。 她到堂屋里的时候,我听见她和先生说我被彻底上身了,根本控制不住。 他们说话间我已经来到了房门口,父亲被撞在窗台上,不敢再靠近我,我也没管他,就直接来到了堂屋里。 先生看见长明灯已经熄了,然后才说今晚的事只怕收不住了。 奶奶拿了米和香面砸在我身上,却发现根本不起作用,然后就去点香,却发现火柴怎么都点不着,不知道为什么,大概是因为火光已经根本烧不起来的缘故。 我来到客厅,只见客厅当中悬挂着一个女人,她的眼睛睁开着,似乎是被勒成的,直直地看着我,套着脖子的绳子上有一段丝巾缠着,与我见过的柱子媳妇的一模一样。 她没有穿鞋,脚悬在空中,我插着她走过去,当我走过去的时候,吊着她的绳子忽然就变得腐朽,我看见她的身体忽然腐烂成不忍看的程度。 再接着,她的脖子就忽然折断,头呼拉拉的就掉落了下来,在地上滚落了一圈之后,落在了我脚边,而她的身子失去了绳子的束缚,砸在地上。 我僵硬地弯下腰,把她的头抱起来,在抱起来的时候,我感觉到她的眼睛忽然动了,直愣愣地看着我,我就这样看着她,没有半点恶心或者是害怕。 这时候,先生和父亲都已经来到了我身边,他们一边一个拉住我,还有母亲也过来帮忙,但是我身子一甩就把他们给甩了出去,我抱着这个腐烂的头来到家堂前,把头放在家堂中间,接着我伸手就撤掉了奶奶请回来的精涂,然后将它彻底撕碎。 也就是,在这个空隙里,我忽然感到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敲在了我的脖梗上,我只觉得自己全身的力气忽然被抽空,就站不稳,然后就瘫倒在地上。 在我跌倒的时候,我看见家堂上供着的人头也好,还是从梁上掉落的尸体统统消失不见。 我听见先生说,赶紧用符纸把门窗封起来,可是先生的话音刚落,忽然又是狂风大作,我只听见似乎有一个尖锐的声音和着风声在咆哮,母亲见我被制服,就来扶我,我感觉身体依旧不是自己的,在母亲扶住我的时候,我僵硬地吐出几个字,而且手指着门口站着的那个人一样的尸体说,这是我的新娘。 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,我醒过来的时候,是躺在床上,我试着动了动,只觉得浑身酸痛,好像做了极限的劳动一样,我躺在自己的房间里,外面堂屋里还有先生他们的声音,我于是试着坐起来,一动扯着全身的疼,可能是听见里面有动静,母亲就进来了,见到我醒了,她说我可算醒了。 晚上的事我不怎么记得清楚了,母亲说了这句话之后,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,接着先生和奶奶他们也进来了,先生问我好些了没有,我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,只觉得口干舌燥,于是点了点头。 先生说好了就好,但是我见所有人的神情都不好,很凝重的样子。 然后奶奶才让母亲把我扶起来,让我来堂屋里。 堂屋里的精涂已经被我撕掉了,墙壁上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,看着很不习惯。 但是最不习惯的还是堂屋里的棺材,这是昨天被抬进来的棺材,现在被抬着放在了堂屋里,然后我听见奶奶和我说,石头,这回是不得不这样做了,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灾厄。 我疑惑地看着他们,问说什么事,然后先生才告诉我要和棺材里的人订明婚,然后再将他下葬。 我隐约想起了昨天的事,我只看见他好像从棺材里出来,站在了堂屋门口,但是我却没看清他是谁。 我抿了抿嘴唇,想说什么,最后没说出来。 先生说暂时还不知道这是哪里的死人,但是看他的着装年代应该已经很久了,像是民国时候的。 而且更为特别的是,他被做成了蜡丝。 这才是他为什么不服的原因,他的棺材并不像是被埋在地下的。 至于这些老鼠是从哪里把他抬来的,现在还是个谜,但是目的很明显。 我昨晚说得很明显了,这桩是只有杰明婚才能化解,否则就结束不了。 听见先生他们都这样说,我也只能同意,只是我看了堂屋的梁之后, 问道,那上面吊着的那具女尸呢,怎么不见了? 听见我说这具女尸,所有人都是惊讶地看着我,我这才意识到,昨天他们都没有看见过,就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,完全是因为我被上身,开了鬼眼的缘故。 我说奶奶家的堂屋里,吊着一具女尸,我不但看见了地上的影子,还看见了她的样貌,她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女人。 于是我把昨晚能记起来的事都说了一遍,先生听见我拆了坛子上的黄纸之后,有些惊讶,他说是恶灵,那个坛子应该是用来封恶灵的。 奶奶也说,她听周先生说过,有些恶灵无法消灭,也无法度化的时候,就只能封起来,用黄纸封在坛子里,或者埋起来,或者放在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 很显然,我们家存在一个被封起来的恶灵,现在我拆掉了黄纸,已经将它给重新放了出来。 只是这和明婚有什么联系,好像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,但是一时间又找不到关联处。 当然了,恶灵解封对于我们家来说完全是一个噩梦,目前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但绝对不会是好事。 但是,先生说,这样看来的话,明婚的是得趁早,否则等到恶灵作祟,事情就更加复杂了。 这时候奶奶忽然开口说,恶灵的目的是祖坟,一定是的,明婚之后,这句女诗,就是我们家的人,自然是要葬在祖坟上的,否则就不合规矩,这是恶灵的目的。 听到奶奶提起祖坟,先生最在意,他问奶奶说,那么祖坟上到底有什么,恶灵竟然要费这样的心机。 可是奶奶却选择坚口不严,在意识到这点之后,她像是忽然做了什么决定,然后说,既然恶灵的目的是这样,那么这句女诗,即使和我订了明婚,也不能葬到祖坟去,得重新找一块坟地用来专门葬她。 我觉得,先生倒是有些失望,因为他对祖坟很在乎,不知道为什么,他一直想知道祖坟的所在,一直想去那里一探究竟。 说到这里的时候,我忽然看见奶奶眼里闪过一样的光芒,那种神情让我有些害怕,先生看着奶奶,他估计是最能猜到奶奶心思的了,而且,估计也已经猜到了,但是他还是想让奶奶自己说出来,奶奶的目光变得异常冰冷, 这种神情的奶奶,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,我从来没有见过,她的眼神会如此冰冷,没有任何温度,好像能冻结所有看到的东西一样。 奶奶说,把她彻底封起来,无法为恶灵所用。